下一集是文綺JKMC君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今天已經成大哥發片期 所以我們又來拍個片 那其實有點可惜是我們本來是要去其他地方旅遊 對 我們要去吃好吃的 但我們就留到之後看看整體疫情狀況怎麼樣 那總歸我們今天 我們兩季都打完了 然後我們也做了快賽才開始拍攝 但因為我們今天是要做菜 上次大院來也是這個 沒錯 所以我們做菜反正用口罩戴著吧 是的 好不好 那我們四次會要喝 修來的時候我們 我們往旁邊轉 自己喝 我知道 就是像韓國人這樣 就是韓國人這樣敬酒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做 之前有提過的是 我們要用一個我很喜歡的德國藥酒 嗯 但為什麼會生徒國藥酒 陳大哥有那個 他是酒品的代言人 所以我們今天用德國藥酒來代稱 雖然說他們懂公司啦 對對對 但我們等一下 還是會用精兵稍微入酒 對對對 算是給陳大哥的代言一個交代 對對對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德國藥酒牛肉麵 對牛肉麵 紅燒牛肉麵在這裡 所有的食材素材在這裡 然後我們今天的場外指導大老師 讓我跟您介紹一下 米其林必比登推薦 饒河街牛肉麵二代 這個 我上次有看那個大人來 對不對 其實他也沒在幹嘛 他 你會做菜嗎 其實對不起我 我其實什麼都不會啊 可是我 你就是叫我做個事情 然後我就是在那邊弄一弄這樣 這大概就好 你少 多一點少一點都沒關係 你切東西有點恐怖耶 這哪裡恐怖了 正面把它朝下 然後你就這樣子切 你切大概一公分左右就可以 好我先去拿酒了 我不知道要幹嘛 你切的其實不差耶 還行嗎 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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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可了 好等我 等我我們去拿下杯 等我一下 我拿下杯 等一下 而且我問你解釋一件事 為什麼我會用 德國藥酒來煮牛肉麵 是因為我們覺得那個八角味很相似 想把德國藥酒拿來取代八角 那你就不放八角了嗎 不放 好好好可不可以先 先拿一個先拿一個 欸這個厚度可以嗎老師 老師 其實你切的不錯 對可以 好我先一半我先一半 欸我覺得你 切的很豪邁 如果我在牛肉麵店 看到這個大小的 我會覺得 這家店滿有誠意的 你看 你切的那個感覺很棒耶 被你誇獎 你突然間 欸 真的不錯嗎 我跟你講 切那個 像我剛剛沒有切好 我都在咕咕咕咕這樣下去 其實不對了 真的厲害就是像他這樣子 前後抽擦一次 各一次 就斷掉了 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兩個切完了 左邊是陳大哥切 右邊是我切的 很明顯沒有耐心 泰索樂鍋加油 加油 這個笑話我之前講過夠爛 結果你也講 所以表示我是個帥哥囉 這樣對比吧 是這樣嗎 可以再多一點 再多都沒關係 再多一點點 因為等一下要炒豆瓣 所以他再多一點 這樣他豆瓣 還要再多 中菜都油要多 沒有 因為我其實吃 偏健康 好 那這樣就可以 那這樣也可以 沒有關係 就是髒一點嘛 難得 難得 他是 秤重時候才可以吃的比較不健康 是嗎 像我平常吃都兩倍 太多 我平常 沒在吃東西了 這就是偶像的生物 人生就是這樣子 我平常沒在吃東西 那我們可以先下 蒜頭 直接整顆丟嗎 整顆丟 你丟我丟囉 我要丟囉 全部都洗一下 全部洗一下 蒜頭 紅蔥頭 這邊整泡嗎 沒有 這個不要 然後剃它下去 這樣子 嗯 將蒜頭 紅蔥頭 一邊放 好香 然後炒一下 炒什麼 炒什麼 啊 啊 好燙 好 我們這時候下牛肉 下牛肉 全部下去沒關係 Let's go 嗚 然後先炒一下 我怕你炒豆瓣 然後我們這時候可以加酒去嗆一下味道 這時候酒要加什麼呢 是這個嗎 不是 這個這個這個 喔這個是不是 喔喔 是是是 你自己加你自己加 給你尊重 這嗆那個酒的香味出來 哈 喔真的很香耶 好餓 我們可以直接吃了嗎 我們直接放進去今天的菜嗎 因為牛肉麵通常會放冰糖 喔 去去煎 那如果先用筋病跟筋病去的話 我們可以把糖先拉掉 所以它是用筋病跟筋病跟筋病 把糖取代掉 對 因為畢竟甜分夠 對 然後我們這時候下豆瓣 好幾匙 先下兩匙 先下兩匙是不是 我來囉 來 來來來 來來 這樣一匙 還要再一匙嗎 再一匙再一匙 這麼多 嗯 然後我們現在就炒它 哈 湯哥吉你的架式看來不錯 還挺嗎 還挺 湯哥吉你應該吃過試作品 有啊 你覺得試作品是優的嗎 我覺得蠻屌的 我們要炒到什麼階段 炒到它豆瓣跟那個都合在一起 湯哥哥你會因為這一集 然後回去就想煮飯嗎 我不會啊 你說什麼 你不覺得煮飯蠻好玩嗎 我覺得蠻好玩的啊 但是因為我每次下班我要家 我就不想做任何事 你知道嗎 就從湖邊下一點烏醋 就是正江烏醋 下一點點就好不要太多 這樣 下無醋是為了什麼 其實是煮一個素香啦 無醋的香味 哇你們這個不該抽 我年紀十分之也是蠻重的 真的 好那我們這時候差不多 我們就在下烤湯 但是他先準備好了 不然我們會煮太久 小心那個不要掉出來 慢慢喔 因為裡面還有一些蘆筆別弄 好那我們這時候下 杏菜類的東西然後去熬煮 這個西芹然後洋蔥 蔥也一起丟進去 全部都什麼都不用弄就丟進去 對就放進去 因為到時候我們還要把它撿出來 因為它也分煮太久 把水平線調整一下 你說洋蔥下去喔 對 我敢喝啦我敢喝 我不要吃它就好了 不會不會不會 你放下去 它就是味道而已 煮一個程度就把它拿掉了 原來你有我怕吃的東西喔 我怕洋蔥 我以為你什麼都不怕耶 我真的就只怕洋蔥 其他都不怕了 我第一次吃到耶 然後我們這時候下德國藥酒 德國藥酒 這裡 對 要下多少 我在調色所以我們把那個瓶蓋拔掉 所以我們先下第一次 然後你就 你說整管嗎 不用不用你先下 然後我們看顏色調整 你沒有喊停 那OK啊 沒有 那表示海需要啊 他說 OK 這麼隨便 他不是要喊停喔 我先看一下 你現在很會做效果的耶 因為牛肉麵味道重 所以這個多一點它也會去 所以還要嗎 可以再下一半左右 然後我們攪拌 然後看一下它橙色有沒有 到我們想要的那個顏色程度 我跟你講Pierre長 就是我們頻道這個系列 這個我想的這個很莫名的題材啊 要不是有你 不然這個就不可能實現 不會 我不會做我沒有啊 不然就 我 我 我根本在發想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藥材包跟花椒東西一起下去 然後這個我們大概 藥材包我們大概20分鐘後就剪出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燉 就燉 中午休息 我們去喝酒 我們20分鐘到 所以我們把藥材包拿出來 好喔 藥材包 這藥材包好像 洋蔥要撈起來嗎 要要要要要 現在要撈起來 再煮一下 再煮一下 好那我們再等超過多久 蔬果內我們大概燉個15分鐘左右 10分鐘15分鐘 又是15分鐘 就是讓它的味道 稍微吃進去一點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醬油來一點 我們加醬油去補它裡面的鹹度跟豆香味 都很不乾脆 你這個有點像那種 老人的日子 鳥鳥的時候 這樣可以嗎 再多再多 沒有辦法很平均 這樣 還要再來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我們這鍋很大鍋 我們這鍋滿大鍋的 半夜的杯葛 哇 這麼多 差不多差不多 很香耶 而且這個加德國藥酒完全沒問題 好那 你什麼時候把我下班呢 而且 你這個高度我看不到 這個我剛煮的時候 我放超久 我就想 我就想說你什麼時候會看到 我這個高 不對不是你的問題 是他的問題 不是 這個高度我真的看不到啊 我們還要再加一次德國藥酒 所以量給你抓 覺得半罐嗎還是 看你們喜好 因為它味道不會衝突啦 所以是看你們的喜好 喜好是不是 它越多吉就越甜 它甜度會越高 它甜度會越高 太丟會不會不好 還是要有點鹹 可是我已經倒完了 哈哈哈哈 講著講著已經倒了 講著講著 也倒完了 我怎麼感覺 剛剛味道會很重 很重 重也好 算了因為 比人家的牛肉麵版就是 串味很重 牛肉麵就是要重 所以我們再燉15分鐘 再燉15分鐘 我們到時候把蔬果撿起來 然後最後我們再測一下 最後的滷嫩度 OK我們就可以吃了 好 等一下見 掰掰 開始下雨 我們剛剛進入了15分鐘的燉煮 所以現在湯變成這樣子 收下去了 收下去了 我們剛剛丟下去 那些蔬菜全部撿起來 這個 對對對 然後用筷子把它挑一挑 或是用撈的都可以 只留 等於說只留 牛肉跟蘿蔔 對 如果你們喜歡吃蒜頭 那個滷的蒜頭 因為我們是一顆的嘛 你可以留著 我覺得蒜頭要留 因為它汁起來就綿綿的 好 我現在真的好餓 我超餓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稍微 拿牛肉先試一下軟 好 那我們覺得OK 我們就可以開始 把它完成 但我等一下還想再加一點 德國藥酒 可以啊 我現在再加一次 因為 現在湯底很棒 已經有酒味 可是 我想要讓它上面再浮一層 就是我想要讓酒感再重一點 是喔 這是新筷子 來 好吃的吧 嗯 這個花椒味超香的 嗯 所以我覺得可以很多 因為我剛才吃 酒不會還好 會發掉了對不對 我們就開火 等水滾 還是先下麵 等水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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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看很讚 我們先挑過來 對這很重要 我先拿一個我開心的碗 我很多耶 我想要這個 要賣碗 我想要這個 尺寸來講 好像是那個 後面這個也可以啊 因為很常我們吃面是用這個 所以我覺得這夠深 好 欸我們的藥酒怎麼變這樣 因為你剛才加碗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不要再偷吃啦 一直偷吃 就是我想吃這個蒜頭看看 你是拿到我的筷子 不是我的筷子放到這邊 那就是你的筷子 是嗎 是你的筷子 所以這個要問 這蒜頭超好吃 怎麼看起來就很好吃啊 一開始他在炒的時候 我就講出來 我已經忍他很久了 好嗎 我們應該再多放個50顆 我們先拿一球 手拿 對手拿 稍微捏上 然後放下去 對膠放下去 然後 它是不是要有水這個 對 拿工塊把它拌開 然後煮讓它稍微 補起來 然後也算稍微 烤在這裡 所以我們直接這樣一捧 烤起來 然後水稍微甩乾一點點 要了嗎 看你們喜歡的熟度 因為它這個麵就是 如果你煮得軟 它這個會比較Q一點 然後煮久它自然就比較老 可是到時候麵裡面 還是會稍微泡一下 它會稍微硬一點點 可不可以 了解 所以對啊 因為到時候等於它是有為主 對 我現在下一坨麵 我下面給你吃 好 你下面給我吃拜託 好 好想吃你下面 剛剛這次可以過關了嗎 OK 他說這個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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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尺度是很開的 只是你只能穿鋪嘛 快點換杯子 哇 謝謝兄弟 這個蘿蔔的顏色 看起來就是 哇 超屌的 加油 雙排 雙排 然後你 湯過那個 肉網道 因為裡面有花椒 好聰明喔 這是廚師的智慧嗎 家庭主庫的智慧 但我們其實有點OP 是因為我們其實 請Peter先做了 高湯跟牛健心的部分 不然我們這一集 可能要拍個兩天吧 你想要蓋二樓嗎 可以 喔 那邊還有蛋 德國藥酒燉蛋 德國藥酒燉蛋 德國藥酒燉心蛋 彈心蛋 你剛剛是說彈心蛋嗎 對 彈心蛋 又抓到了喔 心情不好 來點彈心蛋 彈心蛋 先幫我先端過去 你先 換你撈湯我撈掉 是 這肉真的縮得好小片 所以原本我們在外面吃的那種大的肉塊 一開始就真的很大塊 所以他其實一開始切厚是正確的 對 我反而那個太飽了 其實也可以 就是 我那個到後面變得像火鍋肉片一樣 可是在家裡煮 我覺得是那個厚度是好的 只是因為你煮的時間不用拿到兩個小時 把它燉到它咬著動的程度 是 那 其實家裡是美茶哥外面出生 他們就是要厚一點 好 出發 Go Go 好 終於可以吃了 然後 對不起因為我家沒有隔板 所以我借你的有生酥當隔板 沒有問題 好不好 我們還是隔了一個半的位置 那今天湯看起來是很深 因為我其實吃過Pierre一般的版本 那今天可能就我們德國藥酒加太多 我們加了快一罐吧 對 我們加了快一罐在煮 所以顏色很深 試試看味道吧 我先喝湯 嗯 哇好讚喔 超讚 有酒味喔 真的有酒味 真的超讚 而且 我覺得德國藥酒 沒有取代掉八九 它變另外一個味道 嗯 它變比較像 一種中藥寶的 對對對 嗯 這可以耶 這蘿蔔看起來超級入味 我很喜歡這個湯底耶 然後蘿蔔怎麼樣 超棒 很入味耶 試一下這個 德國藥酒糖心蛋 嗯好吃耶 嗯 糖心蛋 它還是偏糖心蛋 對 只是那個酒的味道沒進那麼深 嗯 但還是有一點 如果這糖心蛋配這個湯 嗯 嗯 看得出很餓喔 但我先說真的有酒味 其實酒味是濃的 我們加了有點多 你知道我們現在呈現一個就是 很想要一直狂吃 然後 但是中間還是要講點話 沒有那我們先 我們先把這裡收尾吧 好不好 沒有沒有我們慢慢來我們慢慢來 沒有沒有沒有 要要要要 因為我很餓 我想餓餓吃 好餓喔 可以這樣子好 可以這樣 好 我們今天的 德國藥酒取代八角來做川味牛肉麵 我個人是覺得蠻成功的 你覺得呢 嗯 沒有啦但重點是 大家還是要記得 因為陳大哥有來 基本上就是 發明期就到了 嗯 然後他二月十六 應該是在我們 上片後幾天吧 嗯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二月十六他的新專輯 你介紹一下 我 我的新專輯 就是 在二月十六會上線 所以就是你在所有的 音樂串流平台上面 都可以聽到Earthbound 我的新專輯 然後 因為前面已經試出了 一二三四四首歌 後面還會有七首歌 或是六首歌 或是四首歌 或是四首歌 我不確定 但是還有很多新歌還沒有試出 Anyway 這張專輯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跟Otobody比起來 他是 蠻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 他多了很多不一樣 我之前也沒有玩過的 一些Sample的元素 然後也找了新的製作人 小崔一起來參與 還有 Tipsy 分享給大家 我們真的很餓 所以我們必須要開始吃了 他這張大製作耶 每一首幾乎都有MV耶 每一首都有啊 真是很屌 這真的是大製作 我們會拍幾支MV 七支 八支 幾乎耶 哇 你真的是頂級明星耶 當然啊 不是 沒有 我跟你講 有賺錢就要付出嘛 對不對 就是 為什麼我會賺錢 因為大家支持我 所以我們也要回饋給大家 拍MV給大家看 能拍幾支就拍幾支嘛 對不對 不錯 而且是一個故事性 因為這次也是交給黨籍 他們製作嘛 我覺得整個故事性看不到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不好 記得2月16日 支持瘦子的新專輯 那我們這一集就這樣 因為我們講得太餓 我們剛剛等太久了 我實在太陽趕快吃了 就這樣 謝謝瘦子的來 如果你喜歡這集的話 不要忘記分享我的頻道 請我們Face專輯 請我們分享我的頻道 如果能夠吃的喝的 有趣的好玩的 記得來信來訓跟我說 2月16日去聽他新專輯 下集見 跟大家睡覺下集見 掰